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揭露 宾州警队有内鬼 这些黑警与毒贩离应外合 让他感到心痛及失望 大独Rosley Chick今天在宾州警方长阅集会上说 警方接获可靠消息 目前还在调查此事 对于警员论为贩毒集团的内鬼 让他感到心痛失望 他说 宾州警方配合武吉阿曼警察总部指示进行的拦模行动 共有五名普通警员验尿不过关 目前在等待详细的医药检验报告 他说 以往针对吸毒警员都会先停职调查 若重犯才会被割职 但还是有部分警员重蹈覆辙 如今如果被发现吸毒 有关警员将在公务员条规下被割职 我们来关注发生在2017年10月21日的槟城丹中布那工地土崩案 这起工地意外夺走11条人命 经过近两年的调查 今天报告出炉了 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是人为失误 也就是该工地出现滑坡是由连串的疏忽行为所造成 宾州首席部长曹关友说 委员会在26天内举行了听证会 由听取28名证人的证词、审阅文件、报告、照片和图测后 再寻求6位专家给予意见 而委员会的结论是 工地出现滑坡是由一连串的疏忽行为造成 调查报告也提出9项建议 委员会希望各界能从这起不幸事件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接着带你关心今天的封面头条 涉款高达22亿8千万令吉的EMDB案今天开审 主控官哥巴斯里南宣称 前首相纳吉与在桃的大马年轻富商刘特佐 在案件中紧密联手合作挪用了EMDB巨款 主控官哥巴斯里南也说 刘特佐是前首相兼一马发展公司案被告 拿都斯里纳吉的分身 哥巴斯里南今天在庭上发表看案成词时 以分身形容了对刘特佐和纳吉之间的关系 他说在EMDB案中有数个重要角色 而纳吉扮演关键角色 另一个重要角色是名为刘特佐或Jolo的人 他是一名逃犯 这个人参与了登交楼投资机构TIA 后来又参与了一马发展公司 EMDB案今天开审 申诉在SRC案中因长期坐在被告栏木制椅子 而导致臀部疼痛的前首相纳吉 今天做了准备 他自己携带两个坐垫进入法庭听审案件 纳吉身穿蓝色西装 在早上9点半乘坐黑色宝藤轿车抵达法庭 在场庶民支持者与他握手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光明新闻通的内容 你可以买一份光明日报或登陆光明网站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感谢你的点击收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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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